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钱是一个好东西 有的钱什么都可以买 有了钱肯定能够幸福的 怎么可以跟钱过不去 我的好朋友也是这么跟我说的 我的朋友给我打电话了 他朋友在电话里面跟我说 你的事情我都听说了 你怎么就跟钱过不下去呢 钱是一个好东西啊 有的钱什么都可以购买 有的人为了钱什么事情都做 有的人为了钱连自己的孩子都不要 到最后那些人都得到幸福的 因为他们有钱 有钱以后想干嘛就干嘛 就这么说吧 要是没有钱的话 哪怕是你的孩子 以后也不会管你的 我说的都是事实 我看了一个电影 就是因为他们那里没有钱 然后那些老人到了70岁的话 就要被强行的抬上山的 你知道为什么吗 就是为了省钱啊 可是你要是有钱的话 还用担心这个事情吗 况且你要是有钱的话 你可以过得舒服一点 难道你不想过得幸福吗 我是为了你好 所以才会跟你说这个事情的 或许你觉得我很贪钱 但是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子的 有钱的话干什么都可以 没钱的话什么也不是 我也看过很多案例 就是因为那些老人有钱 然后他的孩子 才会拼命地孝顺老人的 也许你觉得他们很贪钱 但是我想说 这就是这个社会的本质 有钱的话 孝顺你的人多了去 你要是没钱的话 哪怕是你的亲生孩子 也会不管你的 我的孩子也是这样子的 就是因为我有钱 所以他们才会对我好的 要不是以前我存了20多万 现在他们会抢着 让我过去养老吗 还不是因为钱的问题吗 你不一样啊 你没有什么钱 然后你的丈夫 也没有什么能耐 你要是再存不了钱的话 那以后的生活怎么办 你的年龄越来越大了 到时候谁来对你负责 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啊 别想着依靠孩子 孩子他们是靠不住的 能够让你依靠的就只有钱 而且这个事情 我觉得以后你的孩子 还有你丈夫 他们肯定能够理解你的 肯定能够接受你的 只要你有钱 你还怕他们接受不了你吗 你还怕你以后过得不好吗 不用担心这些事情 反正只要你有钱 干嘛都可以 要是没钱的话 什么也不是 哪怕你的丈夫 哪怕你的孩子也会嫌弃你的 听我一句劝吧 好好地做这个工作 不要再一次错过这个机会了 这是好机会 一旦错过 可能永远都再也不会有的了 你要是做这个工作一年的话 就有二三十万 有了这笔钱 你以后养老这个事情不就稳了吗 你要是不做这个工作 你以后养老怎么办 靠孩子吗 他们压力那么大 他能够给你养老吗 又或者说靠你的丈夫吗 你丈夫现在这个样子了 还怎么给你养老 有没有想过这个事情 我这么说完全是为了你 你知道不 我知道我朋友这么说是有道理的 但是我不会为了钱 什么事情都做的 反正我觉得我拒绝没有错 今天我把这个事情说出来 大家给我评评礼吧 面对这个事情难道不应该拒绝吗 虽然说钱是一个好东西 虽然说我也很缺钱 但是我觉得人还是应该学会拒绝的 不然的话到时候你不但得不到钱 而且还有可能还会因为钱的事情失去一切的 到时候你会后悔的 我这么做还不是为了避免那些悲剧的发生吗 难道我不应该这么做吗 要是你们的话 你们会怎么做 要是你们的话 你们会这么做吗 昨天我从雇主那里回来了 并且以后再也不去那里工作了 我的雇主跟我说 这意思呢 你确实把我照顾得很好了 唯一的不足就是 你不能够留下来做我的住家保姆 要不你从今天晚上就留下来吧 你留在这里做我的住造保姆 然后我以后每个月给你两万块钱 也不要觉得这是开玩笑的 这是认真的 你也知道我不缺钱 每个月收入都能拿到六万多块钱 从六万多里面拿两万块钱给你 怎么了 这不可信吗 反正我什么都不缺 给你两万又怎么样呢 反正我最不缺的就是钱 只要能够照顾好我 别说两万了 以后给你更多都是有可能的 而且我也知道你家里面的情况 这笔钱对你来说很重要吧 你要是做了这个工作 你的丈夫就不用那么辛苦的去摆小摊了 然后你的孩子也不用天天加班了 到时候你的一家人都能够过得幸福 听到我的步骤这么说我心动了 但是我还是拒绝的 我跟我的雇主说 你干嘛要给我那么多钱 你给我那么多钱 肯定有原因的 我现在工作是五千多块钱一个月 你突然给我两万 然后让我留下来 你觉得有可能吗 如果是有什么目的的话 你会给我两万块钱吗 两万块钱可以做很多事情了 我看到一个新闻 有一个五百多分的本科生 还是法政大学的 最后还不是做了一个插车司机吗 一个月七千多块 接近八千块 人家是一个名牌大学生 才拿七八千块钱一个月 而我一个保姆 怎么可能有两万块钱 在各方面我都比那个大学生要差 不管是年龄还是能力方面 我都比别人差 人家只是七八千块钱 而我怎么可能有两万块钱呢 是吧 这个事情不用我说你都该懂的吧 所以你让我留下来工作肯定是有原因的 要不然的话不可能会给我那么多钱的 你要是把事情说清楚了 或许我会考虑一下 你要是不说的话 哪怕你给我二十万 我也不会留下来的 因为我知道给我那么多钱 百分之一百是有原因的 天底下没有免费午餐的 听到我这么说 我的雇主笑了 然后跟我说 但是你比较聪明 确实是有原因的 不可能平白无故地给你两万块钱工资的 你留下来了 但是你得陪我睡觉 如果你能够做到这一点了 那么我就能够给你两万块钱一个月 不过有一点你可以放心 我只不过是让你给我洗澡而已 又没有让你做什么 你也知道洗澡的时候 很难洗到后面的 如果你帮我洗澡的话 就可以完美地解决这个问题 你也知道我很爱干净的 我有一点强迫症 然后也有一点点的洁癖 正是因为自己洗不干净 所以我才特别烦恼 我尝试过找别人的 但是别人一听说要陪我洗澡 然后就拒绝了 但是我觉得你会同意的 毕竟你家里面那么缺钱 你那么需要钱 你肯定不会不同意的 而且这又不是什么坏事情 只不过是让你洗澡而已 这有问题吗 反正只要你能够做到这一点 我就能够每个月给你两万块钱 两万块钱不少了 两万块钱可以解决你家里面的一切事情的 你要是做这个工作的话 那么你家里面面的问题就不是问题了 难道你不想帮孩子吗 难道你想要你丈夫继续那么辛苦吗 说一句不好听的 就是哪一天出了问题怎么办 你要是有了这笔钱以后你想干嘛就干嘛 你以后养老的事情也解决了 一个月两万一年的话怎么说得有二三十万了吧 这不是你想要的吗 反正钱对我来说只不过是一串数字而已 你要是能够把我照顾好了 要是满足了我的要求 这钱我肯定会给你的 边说一边给我画大饼 但是我还是拒绝了 我跟他说 你知道别人为什么会拒绝你吗 并不是因为你给的钱少 而是因为你的要求太过分了 说得好好的是留下来 其实根本不是这样子的 其实你让别人留下来是有原因有目的的 如果不是你的目的不单纯的话 那么你觉得别人会拒绝吗 毕竟两万块钱不少了 两万块钱是不少 但是不足以让我毁掉一切 我要是留下来呀 到时候我肯定会失去一切的 到时候不但得不到钱带来的幸福 很有可能还会失去我现在的幸福 所以说 我绝对不会为了这个事情失去我的一切的 所以我是不会同意的 不管你给我多少钱 哪怕是在两万块钱后面多加一个零 我还是会拒绝的 钱是好东西 但是我绝对不会为了钱什么事情都做的 说完以后我就准备挂电话了 我觉得这个雇主太不可理喻了 我都不想在那里工作了 没想到我的雇主在我挂电话以后 居然把这个事情说出去了 还说不是我的问题 面对这个事情难道我不应该拒绝吗 而且我明白他为什么要给我那么多钱 绝对不仅仅那么简单的肯定是有目的的 不然的话怎么可能会给我那么多钱 天底下怎么可能会有免费的午餐 要是你们的话你们会拒绝吗 要是你们的话你们会怎么做 面对这个事情要是不拒绝的话 到时候不但得不到钱 很有可能还会毁掉一切的 我可不想毁掉一切 我可不想失去一切 所以说我觉得我选择自己很正确 要是你们的话你们会怎么做 要是你们的话你们会拒绝吗 反正我觉得不管是女人还是其他人 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一定要拒绝 因为天底下没有免费午餐的人家 会给你那么钱百分之一百是有目的的 而且这个目的还不小 不然的话怎么可能会给你那么多钱 一分钱一分货给你那么多钱 肯定让你做那么多事情的 不然的话怎么可能会给那么多钱呢 所以我觉得我做得很正确 大家觉得呢 要是你们的话你们会怎么做 虽然说钱是一个好东西 虽然说两万块钱不少了 但是面对这个事情还是应该拒绝的 因为一旦不拒绝 等待你的百分之一百是后悔 千万不要等到最后失去一切的 才到要拒绝 等到那个时候已经晚了 所以说拒绝才是最正确的 反正要是我的话我也会拒绝的 虽然钱不少了 但是不能够为了这笔钱回到自己的一切